81岁外婆传授的炖鸡汤秘方,简单好学,包你炖出鲜美的好鸡汤。 如果餐桌上必须有且只有一道炖菜,那肯定是炖鸡了。 炖鸡汤营养价值丰富,是上好的补品和健康美食。 炖鸡汤的做法虽然并不复杂,但对锅的选择,火候的控制,加盐的比例和时机等等,都是有讲究的。 把握好这些,才能确保营养不流失,味道也才会更加鲜美。 小编81岁的外婆一辈子生活在农村,用自家散养的土鸡炖汤,烧的是柴火灶,炖出的鸡汤味道鲜美,肉质鲜嫩,那叫一个香鸭。 炖鸡要怎么样才能做得特别好吃,今天小编就把外婆教的方法分享给大家,希望你能喜欢。 技巧宜对锅的选择 外婆说炖鸡汤最好选用砂锅或者瓦罐。 一方面砂锅或者瓦罐是热的不良导体,锅壁会为里面的鸡汤保温,它的热量就不容易散发出去。 另一方面,锅底的温度很高,也不至于直接通过锅壁传导到上面去,这样可以减少水分和香气的蒸发。 如果换成铁锅或者其他金属锅,那炖的效果就不如砂锅和瓦罐做得那么鲜美了。 技巧二,对鸡的处理 从外面买来的鸡一般叫宰杀好了,直接做就行。 如果是自己杀鸡,就需要将鸡身上的一些部位,比如鸡爪上的指甲,鸡的内脏和鸡屁股等等,在烹饪之前必须要通通去除掉,否则,会直接影响着鸡汤的口感和橙色。 另外在炖鸡之前,要用桃米水将鸡浸泡一下,大约需要十几分钟,这样会使鸡肉更加鲜嫩。 技巧三,炖汤要冷水下锅 外婆教我,炖鸡时一定冷水下锅,可以让鸡肉随水温的升高慢慢释放天然的营养和香味,并且与水同温下锅的原料更能熬出好味道,所以一定要记住,焯水完成后,原料要立即用冷水过凉,然后再入锅炖煮。 技巧四,炖鸡汤前最好焯一遍水 在煮汤的开始阶段,鸡汤上会有浮沫,这种浮沫需要及时撇去。 外婆说,不光是鸡,任何肉类炖汤前都应先将煮料飞水。 这不仅可以去除掉腥味,也是一次彻底清洁的过程,还能使汤品更加清亮鲜香。 外婆说,非水要温水下锅,煮月7到8分钟,不盖盖并不时地进行翻动。 开水下锅也行,各班只需3到5分钟即可,但千万不要冷水下锅,那样会造成营养物质的流失。 技巧五,加盐的比例和时机 外婆说鸡汤不能咸,要涂出鸡本身的香味,而不是咸味,所以炖鸡味道凝淡物咸。 加盐的最佳时机是在关火前5分钟,不能在刚开始炖时就加盐或中涂加盐,这样盐会与肉类发生化学反应,肉类里的蛋白质被锁定,鲜味就出不来了,肉也炖不烂。 注意,放盐进去后不要搅拌,那会留下一股生盐味。 技巧六,炖鸡汤要选择用小火炖。 用小火炖鸡汤,香味物质不会气化蒸发,还可使鸡肉软烂不柴。 操作的时候,因鲜大火约10分钟左右转小火,因为砂锅有很好的保温功能,若沸腾后再转小火,汤品就没那么鲜了。 在10分钟内千万不要揭盖,否则汤就没了原有鲜味了。 技巧七,炖汤只需加这三种调料。 外婆说,外面饭店的大厨一般会说,他们的菜品或汤,有几十种调料配成的秘方,这其实是在虚张声势。 那些靠调料弄出来的味道,都不是好味道,真正的好味道就是食材的本身的味道,原汁原味才是真。 炖鸡汤,一般有盐,葱和姜就够了,其他啥都不需要。 当然在炖鸡汤的时候,你还可以加入大枣,枸杞,菌菇,冬瓜类等食材,可以使鸡汤更加鲜美。 小贴士,炖鸡汤虽然是一种烹饪鸡肉的好方法,方法简单,营养丰富,但不能与里子,吐肉同食。 老,病,体弱要多食用鸡汤,但是,感冒半有头痛,乏力,发热的切记不要食用鸡肉或鸡汤,肥胖和患有热毒汁也不宜多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